HELLO 大家好我是湯 今天我終於要來實測非常多人敲碗的兩款粉底的PK 就是一個YSL跟GA 這兩款都是今年的最新款 GA的這個大家可能看瓶身看不出來 但它其實也是最新的版本 但這兩瓶的其實我之前上禮拜還上上禮拜 已經有自己拍了一次 本來有拍了一次 然後還有記錄到最後 但是我那一次就是有點皮膚過敏之類的 所以就是鼻翼啊還有唇肘嘴巴一圈 都脫妝脫得非常的奇怪 就很不正常 所以我就決定把皮膚養到一個比較正常的狀態下再來測一次 但也因為上一次實測的結果 所以我就知道這兩款粉底如果你是皮膚比較敏感 過敏的情況之下都是不適合用的喔 好那我們就馬上開始化妝吧 首先YSL這一款呢我覺得包裝真的蠻漂亮的 它只把Logo橫橫的放在這 就是特別時髦 然後這款的SPF有39 PA有三個加 那我拿的顏色是LW4 這兩款粉底的色號呢我都是 有點算盲選 就是有參考官方的一些建議的顏色色號去選 但就是不是現場挑選 所以兩款的色號色差就是有 還是有一點要跟大家先講一下 YSL它的流動性 我這樣剛擠它就把它流下來 然後推開來是這種感覺 有一點像水感乳液的這種觸感 GA這一款的SPF是20 然後我拿色號是2號 它的流動性跟YSL一比較之下它就是沒有這麼水感的那種 然後抹開來呢 你們很明顯這個色號比較白 抹開來呢我覺得GA這邊會有再多一點粉霜的感覺 水感的感覺沒有像YSL這麼的明顯 色號拿遠一點是這樣的差距 我現在臉上是只有上完保養品 然後沒有上任何的防曬 沒有上任何的妝前 就直接來測試一下這個粉底 那我現在這半邊臉用YSL 然後我會搭配這種棉花糖粉撲 然後是乾用的 乾用就很好用 所以我就不會弄濕了 這樣抹在臉上 這個粉底我覺得它有一點點淡淡的花香嗎 就是有 有一點點香味 然後也有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不太確定 但我覺得聞起來也有一點點酒精的味道 我不太確定 但我覺得聞起來有一點 好現在這半邊臉是YSL上一層的狀態 這個色號我挑的非常接近我原本素唇 不素唇 素顏的顏色 所以第一個它就是絕對不能暗沉 它暗沉我就會變成一個大黑臉 然後再來第二個呢 因為顏色比較靠近我原本的膚色嘛 所以我覺得它在於修飾泛紅啊 膚色不均的表現上面會蠻好的 就是如果認真看的話 一些痘痘的部分 它的遮瑕力尤其這種紅紅的痘痘 遮瑕力大概50%而已 然後整體感覺是蠻輕薄的 欸我現在摸臉上已經是一個清爽的狀態了 但是像我鼻翼這邊呢 就感覺表面有一點點偏乾喔 有一點點乾燥 會有點擔心等一下如果 上蜜粉或是粉餅定妝的話 鼻子可能會有一點點太乾 額頭這邊發生什麼事了 額頭這邊有一點脫皮的狀態捏 有一點脫皮 然後那個粉底就有點 有點像蛇紋大家知道嗎 就有點卡乾紋在那些乾燥的地方 但是臉頰這邊看起來沒什麼問題 就是輕薄薄透服貼 沒什麼粉感的那種底妝妝效 就是遮瑕度的話 如果你跟我一樣挑這種 比較接近自己膚色的顏色 遮瑕度會比較好一點 但如果你顏色是挑那種比較淺一點的話 它的遮瑕度應該真的是偏低的喔 我看起來我覺得蠻清透的 我本想有在疊加第二層 但我剛剛抹了一下我手臂剩下的粉底 覺得有點變乾乾的 還是疊加一下好了 這邊 變加部分看看 我覺得這樣你在疊加第二層喔 就是會比較明顯感覺到它 就是你皮膚比較乾的地方的話 它真的會有一些乾紋 會有一些乾燥的痕跡 所以這款如果你的皮膚是偏乾的朋友 要特別留意 用這款皮膚不能太乾 繼續這邊臉就直接來使用GA 然後這色號是二號色 然後這個呢 因為我上一次已經用過了嘛 我覺得這款跟GA的舊款比起來 乾的速度有比較快 所以大家記得分區上妝喔 分區上妝 它舊版我還蠻喜歡的 所以新版也是有所期待 好現在這邊臉是用GA上完的樣子 很明顯 這兩邊的色號對比之下呢 這邊的臉就比較黑一點 而且我現在看起來 我覺得Y的時候好像有 有變深一點耶 剛剛是跟我脖子幾乎是一模一樣的顏色 但是現在我看鏡子 我看鏡子 尤其是剛剛疊加兩層這邊 就是顏色有再更深一點 就是感覺有稍微暗沈個半截 然後現在GA剛剛一上的時候 覺得顏色好像有點太白 但是現在這樣上完一看 其實跟我的脖子顏色也差不多 好像也沒有特別特別白 然後我真的蠻嚇到的是 就是GA這邊 額頭這邊也是 就是我額頭這邊有點在脫皮 所以這邊也是有點乾燥的痕跡 GA鼻翼這邊也是有點乾 而且我覺得GA在鼻翼這邊乾燥的狀況 比YSL還明顯 那我現在剛上完摸起來 其實GA這邊也是有慢慢變清爽的感覺 兩邊現在都蠻輕鬆的 都不是那種黏糊糊的底妝 不是 然後我自己看起來我覺得GA的遮瑕度跟YSL差不多 但是在妝感上面呢 GA這邊會帶有一點點霧光 然後YSL這邊真的蠻接近霧面的 就是霧感比較重 YSL這邊 然後GA這邊會感覺到還有一點肌膚的那種 原始的光澤感 我現在超級近距離的看喔 兩邊的毛孔修飾都是那種非常好的 但是如果認真 非常非常貼近近視看的話 我覺得YSL好像又再搶一點點 大概再搶個三到五分左右吧 但是都是對毛孔非常友善的就是了 然後輕薄程度的話 其實我覺得GA這邊新版的好像有比舊版再更輕薄 然後YSL這邊也一樣很輕薄 我都不然我這樣比不出來耶 救命我比不出來 我現在的感覺就是這一塊越來越深了 這一塊我疊了兩層的地方 顏色越來越深 不好意思喔 我現在看到比較大的問題是這邊 對然後還有如果你臉上有乾紋 有一些脫皮的狀況 而且它這兩款粉底都是會卡乾紋的 好目前的感受到這裡 我們等一下可能等全部完妝後續出遊 我看持妝度可能才會有更多的心得吧 我們現在就直接進入遮瑕的環節 我就繼續化我的妝 我要來用到一些 我其實已經買了放了很一陣子的 就是歐美彩妝們 KVD的遮瑕膏呢 我買了兩個色號 今天想來用用看 我覺得它這一款的包裝很Q 是這樣這樣 就是感覺好像有一個低管這樣 但它這個其實是硬的 它不是軟的喔 然後底下這個是可以看到裡面的顏色 我就買了一個深號一個淺號 我要先來用深的這個顏色 它是114 GA這一瓶呢 跟它老闆的味道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GA的味道 它這個刷頭還蠻酷的 是有一個潑面的 那我現在手臂上試色 這個是比較深的顏色 114 買的人要注意 我剛剛淺色這樣拔出來的時候 它有一些遮瑕膏噴出來耶 這個是105 好淺啊 打算拿來當作提亮 先用深的顏色 這壓力蠻好的 喔感覺蠻清透的耶 沒有那種以往歐美品牌那種厚重的感覺 嚇到了 嚇到了 好鼻翼這邊泛紅也用一點 下巴這邊有一點痘疤 這邊有一點痘疤 這邊有一點痘疤 欸我覺得它 欸 欸這 它那個泛紅痘痘也遮得不錯耶 以這樣液態遮瑕膏來講 還好 我覺得這個遮瑕膏 我這樣第一次用我覺得 印象還蠻好的耶 蠻清透 但是遮瑕力蠻不錯的 大概算中高遮瑕度吧 然後這種凸凸的紅色的痘痘 它大概也有修飾到七八成左右 但是這種 顏色比較深的這種暗沉的痘疤 就可能還是要用遮瑕膏比較適合 這種液態遮瑕的話 它就是 就是大概還是會只能遮個五層左右 就是沒辦法完美的遮住 但是我覺得拿來上在眼下這邊 蠻舒服的 而且 它蠻快就乾掉 就是清爽的那種感覺 清爽清薄 然後遮瑕度蠻好的 嗯 這個第一印象很不錯耶 只是說它這樣的質地齁 它就是會稍微偏乾一點 就是像我這邊 又是靠近額頭的地方這邊 這個遮瑕周圍也是會有點乾紋 可是雖然痘痘這附近有一點乾紋 可是我眼下這樣剛上完 我是沒有覺得它特別乾喔 可能眼下搞不好是可以 就是只是要避開那些 你已經有小脫皮的地方 那我接下來用這個顏色去做體諒 好可愛喔 這顏色超白的 這個 顏色體諒的效果超好 這個遮瑕它拿來做這樣局部體諒效果超好耶 超級好而且比那種高光高什麼的 就是質地來的好掌控非常非常多 只是就是用量範圍一定要控制好 不然就是可能會變一張面具臉 全臉定妝我要用到 Succo的這一款霧面的蜜粉 然後用刷具定就好了 因為我今天等於有些地方是有點 表面太乾的狀態 所以粉量我就不要定太多 接下來我會選擇一款是 沒有沈磨劑的這種偏保濕的定妝噴霧 就如果像我平常這樣已經上完底妝才發現 就是今天膚況沒有很好 就是底妝有點太乾的話 我就會噴一點這種保濕噴霧 這樣可以讓底妝快一點吃妝 然後可以減少一些乾紋的狀態 修容跟眉毛的部分我今天就跳過了 然後修完容之後呢 我覺得這個面中體量的部分又更白了 所以現在還沒有畫好眼妝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我自己長得好奇怪喔 今天的眼影呢我要來用到這一個是 M Cosmetics 的眼影盤 然後這個呢應該是今年初的產品 然後我現在才要來用 就有點太慢了 它這個系列呢在歐美我覺得評價是蠻高的 就是大家可以大概搜尋一下 蠻多歐美YouTuber對這個系列都是好評 而且它的顏色就非常實用 這個是淺色盤 然後它兩盤都是這種比較大地色調的 然後另外一個這個顏色比較深的殼子的呢 這個就是比較深的顏色 就長這樣 看起來就更加濃郁 給大家看一下這兩盤的顏色差異 我也在手部刷色給大家參考一下好了 但是我今天我應該會用淺色的這一盤 因為這一盤深色的呢我覺得看起來比較適合秋冬 手部刷色給大家參考齁 這邊六個顏色是淺色 然後這邊六個顏色是深色 我講一下手部刷色的感覺齁 他們的霧面不管是深色還是淺色 霧面刷起來都是非常舒服細緻 完全感覺就不到顆粒感 然後飽和度看起來也很足夠 但是珠光的部分呢我覺得都蠻普通的 淺色的中間有一個這個珠光有點透透的 但是這兩盤珠光我覺得都沒有到很驚艷我 尤其是你看淺色的這中間有一個這樣子 感覺好像亮片稍微比較大的質地 它摸起來就是乾乾的 然後在手部刷色的閃度也沒有很好 那深色這一盤的這兩顆珠光呢就是 也是一般的那種珠光的感覺 沒有特別的美 然後它最後還有一顆這個 有點像斷光質地的 我也是比較有點看不懂為什麼這一盤 裡面不再附一個也是珠光色 反正是附一個這個斷光 我要先用這個顏色做打底 從眼窩的後腕慢慢地往前暈染 從眼窩的後腕慢慢地往前暈染 曬眼睛也是同一個顏色 先做一個打底 從眼尾慢慢地往眼頭戴 接下來我要使用這個顏色 暈染再上眼窩 然後範圍可以比剛才第一部再小一點點 再來使用這個更深的咖啡色 加深眼尾然後慢慢地往外暈染 同樣是深咖啡然後畫一支更小更扁的刷具 加深下眼瞼睫毛根部 這盤眉雲就已經是比較淺色了 但是就是可能歐美品牌這種的顯色度吧 所以它畫起來是有點微微的咖啡色調 比較有棕色系的這種煙燻妝容感 接下來珠光我要先使用這個顏色 放在眼窩的前半段 邊界把它暈染一下 再來用這個更淺的珠光色 疊加在眼窩比較中央的部分 欸怎麼辦 我真的覺得這一盤的霧面很OK 但是珠光就非常非常的普通耶 現在不管是韓系啊 或是一些淘寶品牌 評價品牌這種珠光眼影都可以做得比這個更漂亮 這珠光我真的覺得有點失望 我要拿出這個ZEN的打亮來提亮我的眼頭 眼窩中央我又再疊加了一點這個打亮色 眼影完成的話大概是像現在這樣 那我迅速的去把這邊眼睛的畫完 衝個眼線跟睫毛再回來 好眼妝完成我也順便把我的頭髮跟衣服都弄好了 接下來我們來上腮紅 腮紅一樣也是就是 M Cosmetics他們同系列有推出這個 腮紅 然後他的腮紅其實也是淺色跟深色有兩個選擇 但是那個深色的部分我很明顯就是 我的膚色亞洲膚色是絕對很難很難駕馭的 所以我就只有先買了一個淺色 他同樣質地的腮紅呢 我之前就已經有買過他其他的色好了 他擦起來顏色就是那種 有一點點珠光然後會讓你的底妝看起來 有一點點光澤感 可是那個珠光又不會強烈到說 會顯紋理什麼的 不會 他是蠻細緻的 然後這個顏色看起來真的是蠻好看的耶 就是帶有一點點蜜桃橘 蜜桃色的感覺 然後在手上四色看起來是有點透透的 蠻好看的耶 蠻好看的 擦上這個腮紅之後呢 臉頰會多了一個光澤感 如果你不是追求那種很閃亮的打亮的人 你就是用這個腮紅就可以完成 腮紅加打亮二合一的感覺 這蠻好看的 有一點點那種日曬感 就是蠻適合現在夏天的感覺 鼻子這邊也上一點點 就會有多了一點那種曬傷妝的感覺 而且這個腮紅真的超大一顆 就是我完全沒辦法把它用平耶 他永遠都是這樣凸凸的 我這邊還是用了現在ZEN的這顆打亮 來稍微補一下鼻涼這邊 鼻頭其實已經有點出油了 但我還是上了一點打亮 唇膏的部分一樣也是M Cosmetics的 我有買兩個顏色 他的這個唇膏呢是這種包裝的 是從這邊旋轉 然後你要多少唇膏你就轉多少出來 嗯不太能轉回來 勉強只能轉回來一點點 所以基本上就是你用多少轉多少那種類型 他是這種質地感覺很潤 然後飽和度又很高的類型 另外這一支是比較裸色的 看起來好漂亮喔 大家從刷色畫面開始可以看出來 他這個唇膏質地超級超級軟 然後這個裸色我真的非常興奮 我現在馬上想來擦擦看 他這個唇膏看起來像是沒有珠光的 可是我不知道怎麼擦在嘴唇上面 會好像有細細的珠光感 就是他是有光澤那種保濕唇膏沒有錯 可是我覺得這光澤看起來還是有一點珠光的效果 我不知道大家從螢幕上看起來這個光澤感怎麼樣 但是我肉眼看真的是有一點點珠光感 就是有一點點像以前日系唇彩會出的那種光澤唇膏 所以我是覺得有一點點俗氣 但是這個顏色我是喜歡的 這個裸色我覺得很漂亮 就是看起來蠻歐美的 就是尤其像我搭配整個妝 然後現在的衣服 就整個歐美的起來 然後遮色力也蠻好的 因為我剛剛想說他這樣的滋潤度 雖然看起來顏色是很薄的 但是也是蠻擔心他的遮色度 結果欸你看我的素唇 因為我的素唇是顏色偏紅 然後也是顏色比較深一點的 我的素唇他完全可以蓋掉欸 我現在就是一個超裸超歐美感的嘴唇 但是這個唇彩的妝感 就是有一點點珠光感 有這個妝感我是需要一點時間適應 現在有點看不慣 然後再來呢 因為這個唇膏質地很軟 所以在擦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的管身難免會這樣子 變得有點噁噁爛爛的 有些人應該會很在意這個齁 因為像我現在就是有點受不了 我要來把它擦乾淨 好但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好看 就是感覺蠻百搭的 歐美妝應該會很常需要擦這種裸色調 他這個質地我就沒有試沾染程度給大家看 因為他這個就是那種 絕對百分之百到處沾來沾去 而且我覺得甚至是那種 如果你沒有戴口罩 然後是這樣走出門 風吹過來的話 頭髮就會黏到嘴唇上面那種 就是真的 呃 蠻潤的蠻潤的 然後我現在擦的是 剛才第一個試色的那個 比較深的顏色 他真的好潤然後 好遮唇色喔 這個唇膏真的超級適合那種 素唇比較深然後嘴唇又超超超超乾的人 這個唇膏會超適合你的 他這個遮色程度就是跟霧面唇膏一模一樣 這個顏色也蠻漂亮的欸 我覺得有點像霉紅色 或是比較深一點的豆沙色的感覺 很漂亮欸 這個如果搭配那種 比較日常的妝容 就是沒有像今天這麼歐美 這麼古銅的話 這個顏色也 很搭欸 就是一些韓系妝容的話 這個唇彩 這兩隻顏色我覺得都蠻不錯的 就是完全不同路線 看大家比較喜歡哪一種 好那今天妝容的部分呢 就到這邊結束了 就是我的妝就完全 今天就講這樣 然後接下來就是 實測一下粉底的部分 我剛才畫完底妝的時候 忘記記錄一下時間 應該是大概下午三點的時候 然後現在是已經快要六點了 就是要準備吃晚餐了 然後我的臉現在就是 有一些出油的部分 兩邊的鼻翼都有油光跑出來 鼻頭也是有 剛剛上打亮之前鼻頭其實就有點出油了 然後出油之後呢 我覺得現在YSL這邊 我剛剛不是說上兩層的地方 感覺有點卡卡的嗎 現在就有比較吃妝了 然後GA這邊呢 臉頰部分沒什麼問題 但是我覺得這邊鼻翼啊 晚一點點會有一點點害怕 因為我覺得現在鼻翼這邊看起來 就是有點乾燥 表面有點乾燥 可是又開始出油 所以不知道晚一點這邊會不會變成一些 結塊或是斑駁 就是鼻翼這邊而已 但是YSL這邊的鼻翼就沒什麼問題 對 GA現在這邊我比較擔心 然後額頭部分呢 因為剛剛就已經在脫皮了 然後現在額頭 現在額頭我看起來也是有一點點出油 有點光澤感 可是那個脫皮的情況 近看還是滿明顯的 所以那個我就 我就先用我的瀏海蓋住好了 因為我覺得我的額頭現在就是處於一個有點 像是小小過敏的狀態 所以這邊就是先不要參考 我們就是參考 就是眼睛一下這邊的妝感就好了 然後我剛才忘記講一下 我覺得我今天化妝開箱這些新產品當中 我用到特別滿意 到現在也覺得很滿意的就是這個 KVD的遮瑕膏 對 它現在還叫KVD嗎 還是 因為它現在品牌名字叫KVD 所以我不太確定它是不是現在還叫KVD 反正就是這個遮瑕膏 我覺得它拿來上眼下非常的平滑 然後也不太乾燥 然後它那個淺色拿來提亮的效果超好 超級好 然後再來呢 今天的其他的產品呢 我自己覺得最後這個唇膏也是讓我滿驚豔的 我覺得它這個唇膏質地真的滿不錯的 可以兼顧飽和度跟滋潤感 這樣的唇膏其實滿少見的 然後兩個顏色我覺得都滿漂亮的 就是完全不同的路線 欸我覺得這個顏色越看越好看耶 就是有一點點甜美 有點甜美溫柔的感覺 就沒有像剛剛那個裸色 那麼需要靠妝容去家喻 這個顏色我滿推薦大家可以入手的 好那晚一點呢我在卸妝前 再跟大家回報底妝的狀態 我等一下會出門 會戴口罩會出門 所以 我們這樣保佑這個底妝可以平安無事 晚點見 那掰掰 兩邊意外的戴了口罩之後呢 其實沒有很嚴重的脫妝欸 就鼻頭有一點被抹掉 然後YSL這邊刺妝之後 我覺得妝感變得比較服貼 然後 GA原本說鼻翼這邊乾乾的 現在也看起來還好 沒有整個 就是沒有浮粉 然後也沒有結塊 下巴也是有一點掉遮瑕度 整體來講我覺得兩罐都滿偏乾的 妝健保養一定要做好 皮膚不能太乾 然後也不能有脫皮的情況 然後 原本這邊我還是有色號比較深了 但是現在兩邊看起來其實差不多了 對不對 感覺YSL這邊的抗摩擦力 稍微比較差一點 就是這邊眼下黑眼圈什麼的 鼻頭 也都是這邊掉比較多 然後 GA這邊 掉的稍微少一點點 對 大概就是差別 兩款都算是蠻控油脂妝的 就給大家參考囉 可以看你了嗎 可以看你們 請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